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星期五 之前我们有分享过 戴森的保护板是可以破解的 所以我邀请找了一些电池回来 平衡充电器我也买一台新的了 那我们现在也有内阻探测仪 所以我打算来记录一下 哪一些电池的型号是可以破解的 像这一颗,它已经呈现红灯了 就是永久锁定了 那我们先把它记录一下型号 这一颗是HH08的 那我就先把其他的型号都写上去 这种比较特殊的电池 因为它下面有做一个钢黄管 它要启动的话,要有一个电池感应 像我们目前这样子按,它是没有办法开启的 所以我们要放一颗磁碟在这边 这一颗也是呈现红灯了 它下面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型号是215681的 这个我们可以后续也做档案 这样子我们后续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些电池它是可以破解的 那这一颗是SV03的 SV03的是确定可以啦 因为我已经破解好几颗了 这一颗我已经有破解过了 正常来讲它应该有三个颜色的灯 那我这边有特别做一条 然后我们可以用平衡充电器充电的一个接线 那我先把线接上去是等一下我们要进行平衡充电 充电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量一下 它之前为什么会红灯 那目前测量出来它的电压不太平均 它的压差已经出来了 所以保护板就会给它锁定 那我已经给它解锁了 解锁以后我们先用平衡充电器给它做充电 平衡充电器要接的话 一定要先将总电源接上去 这边是负极 正极在这边 接上去以后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分压线接上去 这个顺序我是看其他的分享的频道组 他们说这个步骤是蛮重要的 那我买的这一台是双路的 所以我们要切换一下频道 那我们现在这边的电压 目前量出来它的电压差还是蛮大的 有一颗电池是4.067 在频道2 频道2印象中应该是这一颗 看一下 对没有错 那它的顺序一样是由上往下数下来的 这一台它的内阻检测 要在充电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 充电的电流尽量选2A就好 它这一台还可以显示灌进去的电池容量 内阻在这边 内阻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先将内阻的资料写上去 所以他们的内阻值 已经有两颗是比较偏大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充电 充保电以后 我们再来量电压 我们稍微近距离看一下 正在平衡充 内阻我们直接切换过来 这边就是它的内阻 整体的界面还算蛮容易辨识的啦 这是第二频道 它两个通道都可以 各别充不一样的电池组 目前使用起来 我觉得这一台还不错啦 它是可以直接放上去 不用支架这样子 缺点就是使用的时候 噪音比较大一点 整体的界面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那我们这边已经快充完成了 每一组的电压 应该都是蛮接近的 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先做电池容量的检测啦 但是我不晓得它这样子接我好不好作业 所以我电池的容量就先不测了 反正现在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装到机器上 然后用一段时间自己判断一下续航力 如果续航力不够的话 我们就把电池拆下来 然后再测量容量 最后我们再配对内阻以及电池的容量 然后再组一颗上去 那这样子就可以有一颗比较接近八成星的电池 可以继续使用 其他电池的步骤理论上都一样 因为测试这些东西 所需要花的时间坦白讲蛮多的 后续我可能就是在影片的内容 或者是我的部落格上 我会写上我测试过 可以破解的带升电池的型号 或者是它的版号 这样子如果你有电池的破解版的需求 这样子你就可以判断说你的板子是不是可以破解 应该可以节省你蛮多时间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在网路上看一些国外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有在研究带升电池保护板的相关影片 有一点就是带升的保护板 它是没有平衡功能的 它只有检测每颗电池电压的功能 它如果再将平衡功能做上去的话 那可能电池会更耐用 反正就是利益上的问题啦 我也有看到有一些频道组 他们是有自己去买一个平衡板 然后接线接上平衡板 在外拉一组可以接上平衡充电器的插头 它后来充电就是用平衡充电器下去充 那你如果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这些带升的电池 大致上都已经全部破解完成了 而且都已经做平衡充电了 那破解后的电池 我们再按压它就是会有三个颜色灯交替闪烁 就是红绿蓝三个灯 这个是破解后的电池 原厂的电池我们就是按下去 它就是蓝色的灯 就一个灯 他们的差异就是破解板的电池 我们即使更换其他新的电池上去以后 它依旧是可以继续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不用进行二次破解程序 那我自己之前破解的那一台 我已经使用了几天的时间了 我个人认为在跟原厂的电池使用上 目前是感受不到什么差异的 那如果你也想继续使用带升电池原厂的保护板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破解看看 如果你不会的话 就是花点钱拿来让我破解 那最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 我们就用这一台 这是破解过的 这是一般的模式 那这是强劲的模式 强劲的模式会耗电的比较快 那我们可以根据强劲的模式操作的时间下去 判断这一颗电池的耐用程度 像这一颗大概只能用个十几秒左右 那就代表这一组电池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解了 那我们就一颗一颗下去做测试 像这一颗也是 大概用个十几秒就已经没电了 这一颗也是 这三颗都有一样的问题 我现在又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把它用到自然体 然后再量看看每一颗电池的电压 在强劲的平衡下 它会失衡的多严重 那我先把它拆开 拆开以后我们来量一下 4.12.15毫欧欧 4.13.15毫欧 4.13.16毫欧 4.13.17毫欧 4.13.20毫欧 4.13.22毫欧 经过这样子的量测 它有一些电池的内组 比较起来的话已经有偏高了 经过测试的话没有办法长时间使用 我们就要把电池拆掉 拆掉以后我们再重新配对一下电池 尽量找内组相同的 电压相同的 容量相同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组一组电池 起来做使用 那很明显这三颗已经都不行了 我就再找时间把这些电池拆起来 最后放上我自己已经有测试成功的版本 以及型号 后续如果有更新版本或型号 会在说明栏内更新说明 那我这一篇 代升原版的电池 破解型号记录 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